好這個城市MateLab 其實當你學過MateLab之後 你就會有點抱怨 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講過 抱怨什麼 抱怨幹嘛學習 因為MateLab太方便 但是MateLab方便 但是MateLab要不要錢 MateLab還不便宜 MateLab好幾萬塊錢 你們如果當然以後有機會 要買來自己用 當然你就花一些錢去買 對不對 所以MateLab不是一個所謂的叫 公用軟體 它不是一個像 像我們的C Language也好 它是一個Public Domain的一個 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不需要任何的錢 就可以來 你只要會寫程式你就可以使用 所以MateLab當然它方便 它很容易就上手 說實在很容易就上手 但是問題是它需要花一點 其實它當然容易上手 但是你要把它寫到很厲害 其實也是要花一點時間去瞭解它 因為我們的時間不夠 所以原則上我們大概只會上一些簡單的 因為MateLab它本身也可以寫程式 它也可以像C Language一樣 它可以寫一個程式 而且寫程式的過程其實也不難 甚至比C更簡單 但是怕你們學太多 前後混在一起 所以我們MateLab大概就講一些簡單的 簡單的操作 MateLab其實它也有一些 我們也有一些PowerPoint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那個PowerPoint的說明 基本上 看一下 這個把它切換 這個一開始只是一個簡單的回顧而已 就是說 電腦程式語言在幹什麼 那當然 這個 這個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因為是從一個英文的教材裡面去翻過來 那電腦在幹嘛 電腦是你叫它做什麼它就做 除了你叫它做的它不會做 除了你沒有叫它做的它不會做之外 你叫它做什麼它就做什麼 就是這個意思 那電腦當然它不會講英文也不會講中文 但是它會懂得一些特定的語言 那基本上要透過語法 我們說過語法 然後下一些指令跟規則 所以這個都是程式語言的基本概念 所以 MateLab基本上其實它是用C Language寫出來 它本身的核心其實是C 所以你會看之後會發現它有很多語法跟C還蠻類似的 這個MateLab是很早 其實它在1970年代就被發展出來 那這個軟體本來是為了要上課用 這是為了要上什麼課呢 上所謂的Matrix Matrix就是矩陣 是不是 Matrix是矩陣 Matrix還有一個翻譯叫什麼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 《駭客任務》 《駭客任務》的英文是什麼 就是matrix 所以matrix可以翻成駭客任務 是這樣嗎 但是matrix 你看在駭客任務裡面它翻成什麼 翻成母體 所以其實Matrix的概念 你可以拔想它就是一个集合的东西 它也是一个set的概念 反正就是母体嘛 母体就是一个集合嘛 但是数学的matrix 当然就是很特别明确在讲 讲那个什么 矩阵 或者是在一个门课叫linear algebra linear algebra就是线性怠速 线性怠速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 你们从国中就开始学线性怠速 学到高中 学到现在大一 应该也学了不少线性怠速的东西 或者是以后你们也许有机会学到的 numerical analysis 数值分析 那什么叫数值分析呢 现在跟你们讲你们一定当然没有什么概念 不过待会我们会有一个例子 你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数值分析 最简单就是说你们积分 你们现在不是在学为积分吗 对不对 积分 你sine的积分会变什么 会变副口sine嘛 然后呢如果是定积分呢 如果定积分 你没听过这个名词啊 定积分 就是有上下线嘛 积分有上下线啊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积出它的结果 那个就是用解析结 叫analytical的方式 解析结 你就直接有一定的公式 你就可以把它积出来 那如果这个问题积分太难积呢 你是不是所有的函式都可以积分 应该不是啊 有些很复杂的程式 复杂的函式是不好积分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透过一些数值的方法 那所谓的数值的方法就是用电脑方式去把它做近视解 去求它的近视解 就像以积分来说 积分我们可以把它从解析结 就是你直接把它sine的积分就变副口sine 然后带它的上下线得到它的结果 但是你也可以利用数值的方式去做它 当然这个题目太简单 我只是举例 那你可以用积分的方式 用数值的方式去处理它 就是说因为积分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 面积嘛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去算它的面积 你就用面积一块一块 就是把我们 因为你的积分基本上 假设我们积分是0到2分之拍就好 0到拍 那你这个积分的过程中间 你其实你如果你知道解析减 你就直接把它的那个积分算出来 对不对 那不然的话你就是把它分成什么 把它的积分的范围里面去把它分成一小一小条一小条啊 那一小条一小条就是它的面积嘛 把这些面积加起来 加起来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类似这个范围 类似这个曲线以下到这个0 以上的这个范围的面积嘛 你把它加起来 所以用这种数字的方式 用这种近视解的方式 我去得到它的solution 这种方式就叫numerical 叫数值分析 要数值分析 那数值分析有很多种特定的方法 那我们这边其实以前还会教过某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这个课本没有写 就是在讲那个牛顿法 牛顿法以前我们在解那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一元二次啊 一元二次比较简单 或一元n次 就是一个所谓的polynomial 多项式 多项式知不知道 多项式你要 就是 就是像最简单什么 as平方加bs加c等于0嘛 那是不是一个多项式 那个多项式 你通常给你这个方程式要干嘛 算什么 多项式给你要干嘛 你不是从国中开始学了吗 多项式给你干嘛 算什么啊 算未知数 那个未知数是什么 x 所以要算它的s的解嘛 那个叫什么 叫做root 或者叫根嘛 不是吗 对 你们好像没有学过的感觉啊 那你要求它的根 当然你一元二次方程式 你们一定会带一个公式叫什么 2a分枝 然后呢 念出来啊 2a分枝-b 加减 b平方减4ac对不对 那个就是解析解啊 那个叫解析解 那当然因为这个题目很简单 你已经有available的 可用的解析解 你就只有一解它就好了 那如果是今天是一个三次的 四次的 或者五次的六次的 次知道意思啊 次代表什么意思 次 polynomial 多像是里面的次代表什么意思 次方嘛 如果你今天到比较高次方的 高阶的 你们会不会解 加油啊 啊 加油啊 说什么 就加油啊 努力 加油 努力 加油就可以解出来了 那事情那么简单 我们都可以加油就解出来 加润滑油还是加柴油 没有加油 那没有那么好解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用一些近视节的方法 那以前我们有学过一个叫牛顿法 牛顿法它就是用一个逼近的方式 它会用一个方式去 逼近它的这个所谓的近视节 所以你Miracle大部分它要求出来的都要求近视节 随便画了 这个应该可能不会那么夸张 好随便这样 今天如果我们要求它的节 这边好像也不太好 随便画这样子好了 那 当然在几何上面的意思 这条曲线代表就是那个多向式方程式 我这样在上数学 这个方程式当然它的根在哪里 就是跟这个什么 跟S 轴相交的地方嘛 所以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 当然你如果可以把它画出来 如果你可以把它画出来 当然就很容易就算 就找到它的根嘛 那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叫牛顿法的方式 就是用B近的 就是类似还会用到你微积分的概念 就是算某一个点 假设从一个点 你就先去算出它的斜律 它的斜律是跟这个曲线在这个点相切 对不对 你的一次微分代表 代表是什么意思 如果对一个曲线来说 它的斜律嘛 那这个斜律是不是可以变成一条直线 然后这个斜律通过这个点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画一条直线 去跟它 去跟我的 因为你直接如果是变成是一条直线 就是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 一元一次方程式 要求跟就很容易嘛 那求出它的跟之后 再把它往上对应上来 再从这个点 然后再去画一个斜律 然后再往上 然后再去画一个斜律 就等于它是用那种锯齿状的方式 去逼近它的真正的这条红色的曲线的 跟那个 跟我的S 轴的相交的那个点 那个就是一个牛顿法 它也是用类似逼近 step by step逼近的方式 那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也是一种 也是一个Numerical Analysis的方式 那这个以前我们在 其实以前Forture那个 那个language里面我们有学 反正这种就是数值分析的方法 那数值分析还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系上应该有一门课叫数值分析 不知道是研究所还是大学部 不知道是大学部还是研究所 反正以后如果有兴趣 你们到 你们知道你们到大三大四 你们如果对一些研究所的课有兴趣 你们可以先去修研究所课 好了 这些课程里面需要非常多的什么 代数的运算 所以那时候就发展出了一个 这套软体叫MATLAB 那这个MATLAB基本上 当然它这个概念就是有点像是MATRI的概念 MAT前面三个就是 那LAB当然就是代表一个实作 MATLAB 它基本上是一个interactive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互动的 是一个可以做numerical computation 做data analysis 做graphic 它特别是画图也蛮方便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让你们画一些图了 不过有些图画图的 还是要懂一些原理才知道怎么画 我们可能考试不会考那么难 那它可以做计算 做visualization 视觉化 也可以写程式 programming 好 那我们现在打开Windows 现在当然这个版本比较旧 你们打开你们的MATLAB 大概会看到几个Windows 好像好多个 不止三个 对不对 其实这个Windows有几个是你自己去决定的 这等于是你可以自己去控制 你今天要摆几个视窗 在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软体的这个萤幕上面 那至少我这边碰到 这边就有两个 但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三个 四个五个 其实就是 因为以后还有图形的那个Windows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 所以有几个不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它是会有一个叫做 Command Window Command Window 就是下指令的啦 Command Window 那这个下指令的就是 待会我们看到最大那一块 就是Command Window 那Graphic Window 我们刚刚没看到 Graphic Window是你要画图的时候 它才会 pop up跳出来的东西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所谓的Edit Window 就是说它可以有一个编译 编辑的啦 编辑的视窗 刚才也没有看到对不对 反而当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这边至少看到的一个叫Workspace 我们右边不是有看到一个Workspace 那你们一开你们的是什么 你们的一个是Workspace 然后最后一个是叫什么 Command History 就是你下指令的历史 它把你记录下来 所以它有很多种不同的Windows 你可以去开它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Command Window 好 那反正几个Windows 不重要我们到时候要用就知道 那我看我不要用这个 那这个 MATLAB它基本上是一个Interactive Interactive就是说它像是一个 就是它跟你会有互动 所以它一开始会有一个 类似像我们的那个 那个黑盒子 有没有 你的那个Command Window啊 就是你们在做编译系程式员 不是都打开那个黑黑的那个 它不是都会有一个叫 这个叫Command Prompt 它就有一个提示字元 那它这个提示字元这边是写什么 就是画两条 画两个大语 对不对 两个大语 这个就是它的提示字元 那有的学校 它会有什么EDU 那当然EDU是代表学校嘛 对不对 会有EDU 然后再加上两个大语 这也是做它的所谓的Prompt 就是它提示字元 那这个当然提示字元 就是要让你在那个地方 输什么 输指令嘛 对不对 输指令 那这边有几个指令 之后你们可能会常用到 像CLC CLC就是你如果有些 就是说你这个Command Window 如果太乱了 因为单轨会跑出很多东西 你要把这个画面把它清干净 你就打CLC 那CLF呢是清视窗 清那个这个Graphic 就是或者说图形的视窗 那另外还有一个Clear Clear是这边是在 消除所有的变数 那Clear 那Clear是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变数太多 你想要把它重新再来变的话 你就直接打Clear 就很简单 那Azik Quit就是离开了 这很简单 那Help它这个MateLab有一个很好的 Online Help Online Help 那你直接打Help上面都看得到 那如果是Ctrl-C就是你如果要Aboard 就是你如果执行一个程式中间要帮它中断 用Ctrl-C 所以在这里面 像刚才 我其实已经打过一些东西 像你还可以打一个指令 就像PWD 那PWD其实它显示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目前所在的这个 这个视窗目前所在的这个Directory 有点像我们那个黑盒子里面一样 它其实也有在一个所在的位置 对不对 那但是其实你看它这边 它告诉你这个PWD 然后它告诉你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你跟那个上面 最上面有一行有没有 没有Point 嗯 邵俊 去细办报哪一个Point 最上面那一行有没有 也是C冒号UserAdministratorDocumentMetLab 有没有看到 那其实就这个 是一样的东西 那你在这个Command Prompt下任何指令的时候 它都会给你一个Message出来 那这个Message一定会用什么 Ans等于 那Ans是代表什么 就是Ans的缩写 所以它告诉你这个Ans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的Workspace那边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Workspace Workspace它就有一个变数的名称 就叫做Ans 那这个Ans它的值是什么 它的Value是什么 它这边也会告诉你 它的Value代表是一个字串 就是C冒号 slashUser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orDocumentMetLab 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会告诉你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互动的 interactive 那如果你随便乱打呢 它也会告诉你一个ErrorMessage 它就说这是一个Defined Function 或者是Variable 那这边当然因为它没有答案 所以它这不是Ans 所以你在你的Workspace那边 也不会看到有这个东西 所以它只会给你一个Message 然后现在新的甚至还告诉你 给你一个新的建议 ERF 它会类似跟你一个 它会猜你的那个 你想要打的什么东西 那但是这个不需要 就不用看了 好 这是 那Help呢 其实你可以 它好像打Help 会 会跑出一堆很长长的东西 这个其实 就是 你再往上看 它这边还蛮多的 一堆 有没有看到 这么多 好 但是我们其实这边 会用到的大概就是最基本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 让它一次不要跑那么多 它其实可以打一个叫做More 然后你再打一次Help 这边一样 跟那个Command window 你可以用上下键 去控制它 它就会 把你的Command 去办弄 应该是More on 就是你刚才打那个 有一个Command叫做More on的情况之下 它接下来像我们 打这个Help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 一页一页的去呈现它 所以这边会一个More 那你如果要看下一页 就再按一个Space 它就跑到下一页 不要看 就按一个Q 它就跳开了 类似这样 所以这个是 你如果这个Command 太多 它给你的整个萤幕 就是超过一个萤幕以上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More 打一个指令叫More 那这个是 刚说要用On 那你如果要关掉呢 关掉好像就是Off On跟Off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把它Off 关掉之后 你下次再打Help 它又是跑 跑一大堆 跑完它才会告诉你 最后的结果 好 所以这是 小地方可以用 好 那MateLab跟 这个当然是以前的 以前的PowerPoint 这个MateLab跟我们以前的Fortune 那Fortune当然 Fortune我们没有学嘛 对不对 但Fortune其实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程式语言 也是同样跟C一样 是高阶的程式语言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 把MateLab跟Fortune的差异性 稍微比了一下 那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学过Fortune 所以这个其实你看起来 怪怪的 但其实有些地方还蛮类似的 像Interactive Graphics Symbolics 这个C跟Fortune一样 基本上都没有 就是它不是互动的嘛 对不对 它不是执行这个程式 它会跟你有什么互动 那图形呢 我们C也没办法画出 比较漂亮的图形 那Simbari是做一些符号运算处理 这个我们大概也没有 那在Subprogram 就是所谓的 就是函式 Subprogram 就是一个函式 所以在MateLab裡面有Function 那我们在C或者是 也是一样有Function 只不过Fortune裡面会多两个 它有除了Function之外 它还有一个叫Subroutine 那反正这个就是Fortune的 特别的地方 那另外维度的宣告 维度的宣告MateLab不用 所以MateLab的好处 就强在这边了 我们在做 不管是C也好 Fortune也好 我们如果要用正列 你是不是一定要宣告它的大小 MateLab都不用 它直接 你喂它吃什么 它就是什么 就这么弹性 那在C跟Fortune也是一样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 Common Variable 就是那个权域变数 Global Variable Global Variable 在MateLab裡面是用 叫Global Fortune是写Common HelpPage 当然Fortune没有 MateLab也有 那变数 变数MateLab 基本上跟C一样 跟C有点不一样 唯一一样 就是它一样是Case Sensitive 就是说大小写有差 对不对 C Language 你的大写的int 跟小写的int 不是int是变数 是型号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变数 大写跟小写 其实是什么样 是有差的 所以它是Case Sensitive 但是好处 MateLab的好处 是你不需要宣告 它今天是整数 十数 还是什么字串 你都不需要宣告它的行别 这个就很大的差别了 所有的程式语言 基本上都要宣告变数的行别 但是在MateLab就不用 那Fortune 基本上也是要宣告行别 而且Fortune 另外一个好处 它其实是Case Sensitive 就是说你的大写小写 它都一样 对它来说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差别 那Iteration 重复的 就是回圈的部分 MateLab的回圈 跟C 其实就很像 你看像它的Fore回圈 它还有这个Wire的回圈 其实跟C是一样 因为我说过 其实MateLab本身就是C 那ForeChain的部分 比较不一样 ForeChain的部分 比较不一样 不过讲到ForeChain 虽然我们没有上 不过讲一个小故事 给你们听一下 我昨天看 不是昨天 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 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过 叫《关键少数》 有没有听过那部电影 有啊 当然它是在讲种族歧视的问题 有没有人 大概很多人都没看过 还是都有看过 没看过 好啦 关键少数 反正就是在讲 它的背景是在1960年代 1960年代 在美国那时候在发展 发展那个 就是Space 航太工业 它要把人送到什么 要送到月球 但是在送到月球之前 他们有一些计划 是先把人送到 这个地球的轨道上面去绕行 然后那个时候 当然美国你也知道 他们就是NASA 对不对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他们在负责发展这个program 它那个时候 故事背景是在1960年代 而且是在 好像是在Virginia 那Virginia是比较 美国南部的州 那美国当然 后来南北战争之后 他们当然之后 对这种所谓的种族隔离 或者是黑人 理论上就是应该 宪法也好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大法官 都已经说明了 不能够种族隔离 对不对 但是Virginia这个州 就很奇怪 因为NASA 有一个Lenny的基地 是在Virginia 那Virginia 是比较南部的州 所以那个州 跟美国其他州都不一样 它还是有种族隔离 所以它那时候在 NASA的那个基地裡面 他们的厕所还分 白人的厕所 还有 当然它不叫黑人 它叫Color Color People 就是有颜色的人 有颜色的人 那我们如果 如果华人去 应该也是Color 那所以就有种种族隔离 但是 它就要强调 那个故事在讲 就是说 有三个很厉害的 非洲裔的女孩子 就是黑人女孩子 他们这三个女孩子 在 在那个工作环境里面 因为表现非常杰出 但是又受到一些歧视 但是后来因为透过他们的努力 所以后来还得到 这个整个 等于得到他们的主管的赏识 然后再讲这个过程背景 那 当然那个过程 就在讲那个历史的那个背景 但是里面呢 我特别注意到 它里面有谈到Fortune 是吧 那个电影里面有谈到Fortune 为什么 你们看过人 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你有看过是吧 你没注意到有Fortune这个东西是吧 那现在看得不够仔细 他们三个黑人里面 其实因为以前那个年代 1960年代的计算 基本上是很麻烦 我们说过电脑的历 我们在讲电脑概论的时候不是 有谈到一开始 整个电脑它其实是 我们把这个很快讲 电脑是放在一个大房间嘛 基本上就是 不是那么容易取得 所以它那时候要用人去做计算 所以它那时候有所谓的 专门的一个group 就是用手啦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去做计算 所以它有一个computing group 是用纯粹就是透过人力 那那个时候有分两个 有一个什么West Side 一个East Side computing 那可能West Side就是白人 那East Side就是黑人 那后来NASA那时候 进了一个IBM的机器 大家知道IBM是什么吧 IBM是什么 IBM是一家电脑公司 当然它现在不做电脑 但是它们早期是靠做电脑起家的 他们那时候就发明 IBM就做了一个电脑的处理器 那也是一个大房间 它用了一个叫manframe主机 我们有提过这个keyword manframe 那那个时候 刚进去的时候 在NASA那个基地里面 连IBM的工程师都搞不定 然后后来其中里面有一个 就是那三位女主角 里面其中一个女主角 她就对这个有兴趣 她本来也是用手算 但后来她发现 NASA基地 竟然进了这个IBM的机器 而且是用Fortune程式在写 所以后来她自己就去图书馆 借了一本Fortune的书 在那边自己学 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 她去图书馆借Fortune的书 也是被人家说 这个是白人的专属区 才可以借得到你 黑人那边没有 但是她 那个黑人女主角 就跑去白人的library去找 也是被人家羞辱了一番 但是后来她就把那本书偷回来 偷回来 被她儿子 还被她儿子question 说你怎么可以偷东西 但是她说 她说她们有付那个text税 有付税 所以她可以拿 那anyway她就拿回来之后 自己去读 读完之后 她又把她们那群黑人的 那个计算机部门的女生 都教会了 怎么样使用Fortune 那后来呢 因为要大量的计算 你如果再透过人工去计算 那个速度太慢 所以后来反而那群黑女人 黑色的这个East Side Computing Group 就把她转移到这个电算中心去了 那反而 West Side的那个白人的那部分呢 就只有 只有部分的人可以过去啦 那这代表了 就代表 其实他们蛮有sense 就是说 我之前不是说过电脑 其实很多新的东西发展 都是一个revolution 都是革命嘛 革命会革掉很多人的命嘛 会革掉很多人的职业啊 所以她那个时候的概念就是什么 她事先感受到这个电脑即将取代人工的计算 所以她去学电脑程式语言 所以后来他们的工作就保住了 就反而那群白色的 白人的部分呢 不是白色 白人的部分 结果后来有一部分人就失业 这代表什么 其实 当然你面对新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人会因此而失掉失业 但是你怎么样去抓住那个契机啊 你怎么样去自我不断的学习 这个也许 你们看那部片的时候 也如果有机会再去看那部片的时候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她就是因为学了fortune之后 让他们能够继续保有在NASA的工作 好啦 那当然fortune因为早期1960年代发展到现在 它主要专门是for engineer在使用 但是后来一些新的language出来之后 其实fortune现在当然用的人 还是比较局限是在比较理工块 那C的话反而就比较宽广一点 那MayLab基本上就是用C写出来 而且它也很方便 好啦 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看